他目前看這個炸雞 他這次用的補爪要點火 黑南在空地點火燃燒雜草跟廢棄物 瞬間冒出火事 地主燒這個廢棄物 空氣對我們家族造成很大的污染 每年都會這樣燒 民眾很無奈 因為這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這種情形 16號上午9點多 新北市五谷 黑南在空地點火後 不但煙霧瀰漫 隨後火事件打 就連環保局稽查員到場 對方還持續燃燒雜物 每一年都有 我這裡面有燒雜物 廢棄物 雜草 對我個人影響很大 空氣污染 用噴噴 住戶好頭痛 因為燒雜物的地點 距離民宅只有6公尺 就擔心一旦發生火警意外 恐怕煙燒 臨近住家 有派環保局人員過來 萬一沒作用 民眾第一時間通報 環保局卻沒有積極作為 讓民眾很無奈 正明顯的立狀污染物 污染到空氣中 這是違反空污法的行為 那我們依照空污法 好像如果是個人帶粉燒的話 可以除千元以上到十萬元的罰款 諸戶期盼燒雜物鄰居 將心比心 更希望政府公全力介入 只求助的安心 否則一旦火勢延燒 後果也不堪設想 這裏劫囂張機關紅旋山 秀士採訪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